命航母以福建之名背后包含深意义 依福建舰的命名包含深刻而丰富的历史意义 福建是近现代中国海军的摇篮 是中国海军航空技术的起点 也寄托着民族统一的希望 两从第一艘真正的航母诞生以来 一百年中 这种技术兵器深深地参与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塑造 三来自外敌的航母的痛苦记忆 塑造了几代中国人对航母的热情 而这种热情的深层动力 也是百年来百折不挠艰难负起的关键 2022年6月17日上午11时许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 在中国船舶集团上海江南造船厂举行 这艘航母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在仪式上 这艘航母被命名为福建号 关于这艘令人激动的航母的解读 要讲述的是 隐含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之中 却不为人所注意的历史印记 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 我们如何一步步走来 又将如何一步步走下去 对于中国海军而言 福建是个有着厚重历史感的名字 1866年 时任敏制总督的左宗棠 在福建福州成立船政局 这里是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也是清末洋务运动中 最有代表性的军事工业企业 这里先后建造了40多艘船只 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值得一提的是 建造福建建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是1865年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比福建船政局早一年建立 船政局设立童年 成立求是唐义局 招募年轻人教育成造船或航海人才 唐义局或首名取录之考 升为严父 首届60多名学生 于1867年 青同志6年2月 于福州城内定光寺开始上课 除了严父之外 这批学生中包括邓世昌 刘不禅 林太增 林永生 叶祖归 黄建勋 林国祥等人 后面这些名单 除了叶祖归之外 也是甲午海战中 阵亡军官的名单 而在第二批入学的少年之中 有一位一直活到了1952年 经历了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 先后出任青帝国总理南北洋水师 兼广东水师提督 海军部上书 中国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海军总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萨振兵 在福州传政的历史上 还有一点与航空母舰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1903年第一架飞机被发明出来后 人类就在思考如何在大洋上使用航空技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促进了这一进程 出现了以水上飞机与航空母舰两条海军航空力量发展的脉络 受此影响 1918年2月福州传政局内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 在简陋的条件下 该厂于1919年8月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 这在当时是全球最尖端的军事技术之一 而主导这一工程的有两位航空先驱 分别是被钱学森成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巴玉藻 和被称为波音飞机之父的王柱 福州传政局的最后一项值得一提的技术成就 是一件航空装备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时候 而在几年后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崛起 福州传政局又组建了海军飞前学校 这个学校对后来海峡两岸的海军官兵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可以说在福州传政局的最后几年 技术的变革已经影响到了机构的发展 而这个变革的事件则发生于几千里外的郊东海岸 揭开中国现代历史的事件是五四运动 而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就是北洋政府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所回青岛的失败 山东青岛争夺战发生在郊东土地上 涂炭郊东民众却被北洋政府默然视之 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无数伤痛之一 也是在这场战斗中 舰载飞机首次出现在了战场上 1914年8月15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日本立即对德国宣战 冰封直指德国占领下的青岛 投入此次战役的陆军总兵力高达五万两千人 9月2日 日军在烟台龙口登陆 袁世凯政府将维和以东化为行军区 供日军通行 日军登陆后 一边截略交东百姓 一边向青岛行军 骑先投骑兵 耗时七天才行军110千米抵达平度 后续日军主力在行军过程中也是暴行不断 直至9月27日 日军才对青岛外围的德军阵地发起攻击 青岛作为德国经营多年的军事要地 已经成为一座极为坚固的要塞城市 城中守军约五千人 青岛前海一线修筑五座海防炮台为核心 分别是团岛炮台 台西镇炮台 衙门炮台 比斯麦山炮台 惠拳脚炮台 其中有三处可以转向内陆 青岛港入口处布设大量水雷 沿岸也设置了纵深达4000米的铁丝网 而在青岛陆路外围 则以山头上修筑的四座炮台 比斯麦山北炮台 伊尔蒂斯山北炮台 伊尔蒂斯山东炮台 仲家挖炮台为核心 战争爆发前 德军又抢修了12座临时炮台 并沿外围防线 构筑了大量的步兵防御攻势 组成五个堡垒群 攻势外围还挖有深5米 宽约6米的壕沟 另外还布置了带电铁丝网 地雷和陆寨等障碍物 为了摧毁德军的防线 日军将商船改装而来的 弱攻丸号水上飞机母舰投入战斗 该舰上搭载的四架法尔曼水上飞机 原本用于对地侦察 但在惨烈的工程战中 日军将炸弹挂上飞机 用于轰炸倾倒 在历时60多天的工程战中 日军水上飞机 持续不断地发动侦察与空袭 共合计出动49架次 总飞行时间71小时 投下炸弹199枚 确认有命中6或8枚 无法确认者则有16枚 弱攻丸号的空袭作战 成为了舰载机在战场上的首次亮相 这一战力也对日本海军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5年和1916年的日本舰队演习中 日军发现水上飞机母舰 以海面作为跑道 容易受到复杂的海洋气候的影响 导致舰载机难以出动 为此 日军提出要建造使用专用跑道的 飞机搭载舰的需求 这一需求 被列入1918年度的 86舰队预算案 并开始设计 项目代号第7号特务船 该舰参考英国海军几艘改造航空母舰的设计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经验 直到1919年12月才完成舰体设计 1920年12月16日正式动工 1921年11月13日下水 1922年12月27日正式服役 定名为凤翔号 成为世界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距今100年 凤翔号的服役 让日本海军航空兵开始迅速壮大 1928年 凤翔号与赤城号两艘航母 编成日本海军第一航空战队 这也是后来日军横行太平洋的主力之一 而这支舰队首次大规模参战 也是航空母舰的第一次战场亮相 也是在我国沿海 这次是在上海 1932年1月28日晚 128事变爆发 日本上海派遣军突然攻击上海 眨北的国民革命军第19陆军 1月31日 日本第三舰队开抵上海 其中就包括第一航空战队的凤翔号与加赫号两艘航母 共搭载66架战机 不算同在第三舰队的能登旅号水上飞机母舰 已经与当时的中国空军实力不相上下